股市就是这样子啦 它不可能就是每一次都照着你想要的那个market去跑嘛 对不对 你想要它起它就起 你想要它跌它就跌 不可能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就通常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么多的科技股全部一起跌 这个呢绝对不是一件的好事 今天这个market就很多这个科技股呢 它开始就一直在跌 今天就跌的比较多 看这个Gratex本来就跌一点跌一点跌一点 哇今天呢就跌了一个8.4% 哇这个超严重对不对 OK然后呢这个Ginitex本来呢就没有跌的 本来呢上个星期五呢还是有起的 今天呢也是拉下来一个7% OK一个7% 所以今天这个market呢 哇真的是很直接的跟你讲了 科技股 OK科技股呢就是一个被抛售的板块 OK被抛售的板块 所以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人想要的 OK这个可能也不是专家想要的 不过感觉上就是好像这个环境的关系 可能美国也是就是在抛售这个科技股 然后呢这个风也是吹到来马来西亚的科技股 OK 所以当然这个没有办法 OK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当然你就会看到 哇今天不管你的科技股有多么的好 OK不管你是买Ginitex啊还是买Lufu啊还是买Francon啊还是买任何一个啦 OK任何一个就是想不管你的股票好的还是不好的 还是之前涨很多的或者是之前没有什么涨的 今天呢都要跌一个6到7% OK 所以你看到Kobe他也是跌 你看到UWC他也是就跌一个8.4% OK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讲这个跌呢 他不是说第一天有一些股票呢他是跌的比较多跌的蛮多天了的 好像这种UWC呢就是跌的比较多跌的比较久了的 OK 然后呢Ginitex呢他其实呢也是就是有这个TopSignal 然后呢他就这边其实就已经是跌穿了 OK 跌穿了这个TopSignal的这个高位 OK这个高位 So为什么之前好像我们有Revision Class的时候 我们会讲这个TopSignal 为什么我们之前会讲这个TopSignal 就是呢当这个股票它涨到一个所谓的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短期内它涨到比较多的时候呢 这个TopSignal就是来帮助我们放了一个Stop Loss 所谓的就是讲这个TopSignal的下面 如果你有放一个Stop Loss 这样子呢其实呢是可以减少那个损失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OK 如果你是TradeUWC 所以如果你是看到这个TopSignal 然后你在这个TopSignal的下面这边 放一个所谓的一个Stop Loss 或者是以下 OK以下 你有做一些止损的话 或者是这一天它跌破 你有做一个Stop Loss的话 其实呢是可以减少那个损失了 完完全全减少的话就不可能了 OK所以你可以减低那个伤害呢 其实呢就是要靠什么呢 要靠风险管理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一次跌呢 它不是讲这个股票不好 所以它一直跌一直跌 OK这个这一次跌呢 它是全部整个板块一起跌 所以如果它是全部整个板块一起跌 就是代表着不管你的有多么好 OK多么不会跌 好像这个Ginitech它本来呢是没有什么跌的 本来没有什么跌的 不过今天呢也要跌 OK因为呢 整个板块的一个走势就是呢 Sell Down 好消息就是讲 这个是一个它涨了过后 它才跌 好消息是这个 OK所以如果你是之前 之前有赚到的 或者是有回本一点的 这一次呢就算是给回去 不是越陷越深 OK就是讲 之前如果你是有在Ginitech赚到的 OK所以这一次呢问题就是在这边呢 如果没有出的话 OK就是等于呢 给回去 它不是讲 哎已经new了 OK还是怎么样 so OK相信呢 这个是很多人 experience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股市就是这样子啦 OK它不可以 不可能就是 每一次都照着你想要的那个market去跑嘛 对不对 你想要它起它就起 你想要它跌它就跌 不可能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不想要的一个情况 我们不想要的一个情况呢 怎么样减少就是呢 要靠这个所谓的一个 stop loss啊 还是风险管理啊 还是一个system啊 OK看可以不可以呢 就是帮我们减少这个 这个损失对不对 so overall OK这次学会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次学会的东西呢 就是呢 这个top signal的下面 OK你是可以呢 就是放stop loss找一点出场 或者是找一点套利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能够帮助保护那个portfolio的一个signal 了解吗 这个就是呢 我们的一个strategy 这个strategy就是 一个take profit setstop loss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策略 OK 这个top signal呢 它是之前我讲过就是它是hybrid的 OK它是hybrid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阻力 如果过得了的话就很好 如果它过不了的话 这个阻力呢 就是呢 庄家可能要跑路了的 so 这个franken 如果它有高过3块2毛半的话 就想看到这个橙色有继续跑的话 这样子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它没有继续跑 反而跌的话 这样子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top OK 所以它叫做top signal so top signal过后 它就没有涨过了 就很明显的 就是想这个真的是一个阻力 然后呢 今天呢就跌了一个9.4% so 这个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这个科技股呢 哇 OK 真的是在回调 就通常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么多的科技股 全部一起跌 这个呢 绝对不是一件的好事 不要以为啊 这个是玩玩啊 什么哦 这个可能洗盘啊 还是把这个散户剔开啊 然后再炒啊 通常不是这样子的啦 通常呢 要洗盘呢 不是洗那种9% 10%的 通常洗盘的话 不会洗整个板块 就是洗一只股票 它就会洗盘 通常 像庄家洗盘的话 它不会整个market的科技股全部sell down 美国的都sell down 不会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呢 是美国的也是sell down 然后呢 这边的科技股呢 也是sell down 这样子呢 就是讲 逼不得已 很多人都要cut loss 庄家可能也在cut loss OK 逼不得已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看到呢 今天这个market呢 它的跌幅呢 比较大 所以呢 现在这个情况 OK 不是 庄家在洗盘 这个情况呢 就是呢 一个所谓的一个 逼不得已的一个情况 就是讲 真的是 哇 不能大汉这个跌 所以呢 很多人 或者是有一些庄家 他们呢 也就 减仓了 OK so overall 接下来的两天 接下来的三天 你会看到什么呢 你会看到就是讲 如果科技股再跌多两天 再跌多三天 他就真的是投降了 OK 就真的投降了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你也会看到就是讲 哇 很多的这些全部都跌到 紫色线 很多的这些都跌到了这个 就是所谓的一个 中期的一个支撑点 中期的一个支撑点 so overall OK 我们就在这个支撑点 你可以看到之前 他有时候跌到这个支撑点的时候 他会所谓的一个反弹 不过如果他跌破 OK 如果他跌破 这样子呢 就中期可能就有一个问题 OK 就是讲他的这个midterm trend 可能呢 又转回一个 downtrend 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些股票 全部呢都跌到了这个中期的一个支撑 所以整体来看呢 他们还是有希望 不过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OK 中期的话呢 还是有希望 所以为什么呢 so example 我给你看就是讲这个 这个是DNO 对不对 DNO呢 它之前的时候 它也是会跌到呢 这个紫色线 所以跌到紫色线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比较 严重的时候 不过呢 如果它还是绿色的话 如果接下来几天 它有反弹的话 这样子呢 就比较有希望 OK 比较有希望 所以你会看到呢 它有时候会跌跌跌跌跌 跌到靠近这边 然后呢 靠近这个紫色线呢 它就反弹 OK 所以如果它真的是跌破 OK 它可能休息 休息休息 过后 可能几个礼拜后呢 再回来 OK 不过呢 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它跌到这个 这边 这个紫色线 这个是通常啦 就是它的一个midterm的一个support level 所以跌到这边 当然它就反弹 所以跌到这边 它又反弹 所以跌到这边 反弹 不过这一次 反弹 没有什么力量 然后这一次 终于跌破 所以如果它真的跌破了过后呢 你就看到 哇它真的跌破了 然后呢 再来跌多一次 现在呢 它是不好 OK 不过中期的话 比较midterm的话 它呢 一定要在这几天 平息下来 这样不可以 再继续掉 真的 再继续掉的话呢 那真的是就是 你会看到呢 一个一个 这个科技股呢 慢慢的就是从我们的system 变颜色 所以如果它变成这个颜色 如果它变成这个红色 OK 就是呢 真的是 GG了 OK 所以科技股要转 一定要看美国 所以如果美国今晚或者是明晚 没有反弹的话 OK 不用抱太大的希望 明天可能你还要继续的减长 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就是这个星期的这个 gameplay 一个strategy OK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星期天会再次的update OK 星期天呢 update呢 怎么样update呢 就是有这个zoom meeting 这个zoom meeting呢 会再次的update 我觉得呢 你们一定要就是join这个zoom meeting 因为最好就是有一些update 所以在你还没有走之前 OK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video好的话 可以帮我打一个like 可以帮我打一个like 还有呢就是tag你的朋友 share给你的朋友 然后呢 我们星期天zoom meeting再见